对于钱包,相信大家都是非常熟悉的,我们出门在外,身上都是会带有钱包的,这样可以放现金还有卡,方便需要的时候使用,钱包除了实用性强以外,利用的好的话,还能改善自己的财运,钱包里可以放一些吉祥物,这样就能招来好运,也能有财运。 那钱包里面放些什么更好呢? 你可以放点整齐的钱币 将叠放整齐的钱币放在钱包中,本身便是旺财守财的象征,也是一种对财富的尊重和珍惜。 要是散乱叠放钱币就一使钱包看上去凌乱不堪,一不小心就丢三落四,不利于聚财气场的行程。 放些压岁钱在里面 逢年过节,长辈给晚辈压岁钱是一种吉祥,祈福的象征,无论面额大小,把这些钱放到钱包里,有助招财旺财的寓意,也能有一定的催旺整体运势的作用,本身也能使钱包愈发丰满。 放另一半的照片 可在钱包中放张二人合影照,当然也可以就放一张伴侣的照片,源于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的道理,自然能带来好运气,财运亦不差。 这照片还可以随时提醒自己家庭责任,让人动力满满。 放大面额的外币 许多人,或者一些有钱币收藏喜好之人爱放大面额外币在钱包里,这种做法是可以的,它有一定的手财风水象征。 另外,大面额外币亦有发四方财,财运大开的风水寓意,故而根据自身经济能力放几张大面额外币未尝不是好预兆。 放些股币在里面 也可以在钱包里放些股币,不少有钱人都喜欢收藏古董,铜钱是很有收藏价值的,随着年代越久远,它的价值就会越高。 而且从风水学上来说,越是值钱的股币带身上,那财运就会越旺,也可以在家里放股币,这样家里就会越来越好。 不过在收藏股币的时候,要注意不要随意买些不明来历的股币,最好是挑正当的商铺来买,要是买到一些通过不正当手段得到的股币,那是非常不吉利的,很可能就会霉运上身,还会使财运变弱。 如果,若是股币带有钱任气息,还可能会使家里不得安宁。 为什么枕头底下要放几枚硬币? 好处真是太多了,赶紧回家放一枚,随着移动支付的普及,纸币和硬币使用的频率都普遍下降了很多,纸币因其材质特殊,大家可能会想办法尽快把它们花出去, 而硬币却不同,合金材质不容易损坏,相信每个人家里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硬币。 可大家知道吗? 一些有钱人就喜欢在枕头底下放几枚硬币,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? 一起来看看吧,为什么枕头底下要放几枚硬币? 听内行人说完,赶紧回家放一枚,我曾经意外撞见亲戚将一些硬币放在枕头下面,当时觉得很好奇地问了一下这种做法的原因, 亲戚告诉我说,以前流传著这样一种说法,在新房搬家的时候,枕头底下放几枚硬币有利于屋宅的稳固,这样人们住进来以后就会事事顺利,平安和顺。 后来发现有很多有钱人也会悄悄在枕头底下藏硬币,目的是给自己讨个吉利,提升运势。 在很多人的观念中,在卧室的枕头底下放钱和在钱包里放钱的意思一样,除了守住固有的钱财,更重要的是招揽更多的财气。 那有人一定会问了,为什么是放硬币而不放纸币呢?因为一方面硬币的面额通常较小而且不容易损坏,即便损坏或遗失也不会心疼。 另一方面,硬币的形状是圆形的,放置在枕头下面寓意裁员滚滚。 还有一种说法是,把硬币放在枕头下面,人们睡觉做梦的时候可以和财气结合,这样一来,更有利于财气的降临。 将一些硬币放在枕头下面也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,因此,大家都宁可信其有,有钱人更注重自己的财运,所以喜欢在枕头底下藏硬币也不足为奇了。 听内行人说完,才知道还有招财的用途,我也赶紧回家放一枚去,吉祥物是人类原始文化的产物,是原始的人类在和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的人类原始的文化。 在这种和大自然的斗争中,人类首先以生存需要为中心,而在发展过程中自然就形成趋极辟邪的本能的观念。 人们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可以过得平安而且快乐,但是在现实的生活中,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挫折。 俗语说,人生不如意之事,十有八九,因此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,我们的祖先创造了许多用以祈求万事顺利的象征物,而这些向往和追求幸福美好的事物,我们便称它为吉祥物。 这也就是中国最早代表人类精神文化的吉祥物,而且至今在中国仍然是吉祥物设计应用的主要图像,因为它们更能代表五千年的历史文化。 接下来,我们选择民间比较流行的来研究,例如哪些吉祥用品可驱病魔,哪些吉祥物品可招贵人,哪些吉祥物品可辟小人等等。 一,风车,风车这一样物件,并非中国特有,在其他国家也可以见到,而香港有一位车工,据文十分灵验,而正月初时,很多人都会去车工庙拜车工,而车工庙有一座风车,只要善信用手转动风车,则来年必然风调雨顺,财运响通,身体健康。 除了车工庙,除了车工庙的风车外,有些人会购买一些风车回家摆放,以折薪的一年运气更顺利,所以风车是增强运气的代表。 二,五宝兽,五宝兽原名五毒,有些人认为名称不雅,故改为五宝兽。 五宝是什么呢? 一般来说是老虎,蜘蛛,蛇,蝎子,蜈蚣,赠给其中五类动物,不过,无论如何都会有老虎,然后配合其他四类。 五宝兽是将五类动物画在同一幅图画上或雕在同一件玉器上,作用是去除恶极保平安,辟除邪气招贵人。 所以很多成人都为孩子佩戴一件五宝兽预配,以做避邪保健康之用。 三,葫芦,葫芦也是用作除病之用,一般挂在病者的睡床前或摆放在病者的睡侧,葫芦可采用天然葫芦瓜晒干成品或铜制葫芦。 四,龙头龟,中国众多瑞兽中,龙头龟是被众人所认识的其中一种瑞兽。 在写字台上摆放一只龙头龟,则会在工作上得到贵人的扶持,得上司欣赏,所以工作方面会十分顺利。 除了在公司摆龙放龙头龟挂,亦可以在客厅中再摆放,双管齐下,相得一张。 五,凤凰,凤凰亦被誉为漂亮的瑞兽,比孔雀还要美丽, 在居室内挂着一类图画代表容易招贵人。 六,花瓶,花瓶的瓶子与平安的瓶子亦相同,因此将花瓶摆放在家居或公司里,则有平平安安之意,但需要注意的是不要把花瓶摆放在桃花的位置,否则就变成招桃花的物品了。 七,竹,将文竹种植在花瓶内,则有竹报平安之含义。 八,古钱,古钱指的是最兴旺的五帝时期所铸造的钱币,五帝指,顺治,康熙,雍正,乾隆,嘉庆, 将五帝古钱币悬挂在室内或佩戴在自己身上,将有助于增加财运。